三 什么情况啊 这就等了老观众了 怎么今儿这么不守规矩呢 谁说不是呢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现在 碰着一下 别说了 这说明现场观众 对节目内容有共鸣呗 刚才我想了一下 要是我将来遇到这种事 我该怎么办呀 你希望头这次选对了吧 那 那如果马大娘过来 还帮我们带孩子什么的 她老了我们也不会完全不管 对 但是有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产 如果马大娘嫁过来 是不是得有她一半 廖律师 请吧 根据这个房产的购买时间 它属于你父母的共同财产 你父母亲去世以后 以你们家这个情况来说 房产是由您和您父亲 共同拥有的 至于您父亲 他预备怎么处理自己那百分之七十五 那是他的自由 谭大爷 说说您的想法吧 我刚才也听明白了 儿子 你的意思就是 我岁数大 身体不好 万一哪天走在马大娘前面 这套房子怎么办 是吧 是 是这个意思吗 是 那咋还能让人家去 帮 帮咱家带孩子 我现在给你看孩子 怎么我看得不好吗 你们还想要啥都说出来 当大伙面都说出来 爸 我现在经济状况您是清楚的 我和您儿媳妇就挣这点死工资 将来如果有了二胎 那生活压力就更大了 这房子 是咱家唯一这么点值钱的东西了 爸爸 二号 二号 给 给韩大爷 快快快 推 给上去 推推推 现在生活压力大 我不能不顾全这个 爸 爸 我明白 我明白你们的日子不好过 我 我觉得 我尽可能地 能帮着你们 为你们减轻负担 杨周知 这些日子啊 我也想清楚了 如果我儿子就是因为这套房子 他不同意我们俩的这个事 那我现在就可以立遗嘱 把房子给他 大不了我和马大娘搬出去租房住 老韩 咱不租 我那个房子啊给你住 免费 还是这大爷子 这儿子真够肯定的 自己把老爸的房子搬带了 把老爸赶出去 老爷子也是可怜的 老爸 养这么肥眼了啊 可怜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 我们不是这意思 韩大爷 您先别着急 小韩先生 您父亲已经说了这样的话了 如果说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您还同不同意你夫妻再婚 小韩 我要提醒您一下 其实你父亲再婚与否 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的 你知不知道你的父亲 每天要步行上好几公里 才能去见一面马大娘 屁股还没有坐热 又得匆匆回来 见您孩子放学 马大娘是看不过去 实在是心疼他 所以这几个月以来 你们吃的晚饭 其实都是马大娘帮着做的 而周大爷为了掩护他们二老 不仅提供了住房 而且每天还得编瞎话 来应付自己的孩子 这三位老人 这几个月以来 过得如此的辛苦 其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 就因为你不同意韩大爷结婚 刚才廖律师也说了 这件问题 其实在法律层面上 根本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 谭大爷 据我们了解到 当初小韩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您和您的爱人 也有真意见呢 当时他要结婚 说实话 我跟他妈 对这桩婚事是有点意见 这孩子就闹 整整闹了一个月呀 最后闹到不吃不喝 闹绝食啊 我跟他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不愿意看她那么痛苦 就答应了 亲家上门提条件 提要求 我们什么都同意 买房办婚礼 风风光光把儿媳妇娶进家门 爸您别说了 你坐下 我没说完呢 我不能像你那么闹啊 我再给你留脸啊 我再给我儿媳妇 给我亲家门 留脸面呢 儿子 爸 对不起 对不起 买了你啊 我错了 不是 这你去干什么 好孩子好孩子 快起来 快起来 爸 对不起 爸 对不起 你来 你来 多好啊 这不是都解了吧 是啊 挺成功的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还有点事 先回律所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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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杨姐姐 谢谢 感谢了 感谢了 杨光啊 真得谢谢你啊 我说实话 以前我觉得你们那个节目啊 做得太假了 我错了 我正式向你道歉 周大爷 您过奖了 请放心 从今往后 我一定是你们这个节目的 忠实粉丝 谢谢 谢谢 我也是 我也是 你也是 谢谢啊 谢谢 好看哪 多好啊 现在孩子也不闹腾了 我看你们俩啊 你就别耽搁了 抓紧时间 把事给办了 这可是大事 要办 就办得轰轰烈烈的 轰轰火火的 别处在这儿 赶紧回准备吧 可以准备 你们都来啊 好好 都来喝酒啊 一定来啊 好 再见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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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您能不能学学韩叔 往前慢一大步 给自己找个老伴好不 闭嘴 说什么呢 关心关心你自己 赶紧给自己找个媳妇 我有你妈陪着呢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需要这个吗 她妈呀 临走的时候跟我说 怕她走了 我一直在家想她 所以非让我答应她 每天到公园去溜达溜达 找那些老头老太太 游戏老太太 逗逗闷子 所以我为了让她妈高兴了 按时按时按时天天去溜达 我说呢 您以前从来不去公园的人 现在每天往公园跑 是为了给我妈看的 做给我妈看的是吧 是 阳光 怎么说啊 都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你看 这老了这么大岁数了 还上了成电视 我高兴啊 但是就不知道 我到底拍得帅不帅 周大爷 这个您放心 绝对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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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就踏实了 他妈带天上看着我呢 儿子 赶紧跟爸回家吧 爸呀 特意为你买了鲜虾 爸抓一时间 给你煲炖馄饨吃 要不你回单位 又什么都撑着了 杨光老师 来 来 来 谢谢二位 小周啊 你以后多陪陪老人家 多陪他们聊聊天 沟通沟通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安慰 我决定了 我不走了 你怎么不走了 小微笑吧 爸 我不能吃鲜虾馅饨 我十几年前 就对海鲜过敏 您给忘了 那阳光老师说得没错 咱爷俩欠的就是沟通 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原单位我也不回去了 把咱爷俩缺了十几年的感情 补回来 好不好 怎么补啊 吃都吃不到一块去 赶紧 该到哪儿就到哪儿去 别瞎忙活 我自己每天在公园 溜得挺好的 干什么呢 周大爷慢走啊 慢走慢走 吃不到一块可以喝到一块 这吵吵闹闹也挺好的 做什么呢 姐啊 没走吧 在呢 好 有事啊 我就跟你说一下 节目录制完成 一切顺利 那挺好的 那我先撤了 阳光 一会儿你有事吗 要没什么安排 能不能陪着我去跟李恒基吃个饭 你们两个人现在加在一块儿八十多岁了 我觉得你们有独立约会的能力了 不需要大人的陪同了 是 但是我跟李恒基贪图见面 心里总是有点慌 两个人在一张床上睡了十五年了 慌什么 你怎么想点事啊 你别以为你现在把量网逼得 不得不天天和你见面 你就是感情专家了 那 那我们 行行我们俩的事不用你管 不用我管 还非要带着我去让我当电灯泡 我跟你说 你今天打扮得好看一点 性感一点 玩得如果太尽兴的话 时间如果太晚的话 就不用回家了 快 太不够意思了 这糊